马昆塔在华盛顿市这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学校 当校长快七年了 当人们来到这里 他们以为学校里会都是中国人 尤其是以为我会是中国人 我觉得我们就是未来的样子 大家在一起学习 这个世界上最多人说的语言 这种交流是很棒的方式 向世界展示了中美之间距离 实际是多么的近 我们有差不多数量的非洲裔学生和白人学生 我们有两种族裔的混血学生 还有少数亚裔和西班牙裔学生 学生家庭的经济背景也很多元 我们学校反映华盛顿市的人口多样性 这和大部分华盛顿市的学校不同 学前三岁和四岁的孩子们 是全中文沉浸式学习 主课老师们的母语是中文 课堂内外也全部用中文 来玉英之前 马昆塔致力于在他任教多年的 费尔法克斯郡小学建立中文课堂 但我看到了沉浸式教学的好处 看到了我们的学生 很好的同时学习两种语言 马昆塔的三个孩子 都在玉英学校上学 采访中我们巧遇他的女儿 和他的两位同学 他们所在的幼儿园及小学部 是中英交叉沉浸教学 今天用英文学习 但是昨天是中文 同样是五年级的锋利克 喜欢学中文还有特别的原因 对 我在一个信息屋 和我的五年级的同学 有很多的人在教语 看习近平和布拉克奥巴马 我很高兴 我喜欢看他 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 这并不是他们第一次见大师面 但老师对这类活动的意义 可能总结得更到位 正巧我们五年级的孩子们 那个时候正在学习战争和冲突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谈到了 我们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性 两国一道解决世界的重大问题 那么双语学习会不会太难 你知道孩子的大脑有学习不同语言的能力 我们在打基础 越早越好 高嘉爱从幼儿园起就在育婴上学 我觉得是很好 因为有人说中文 我可以和他们说话 在过去的三年中 我们一直是一级学校 在华盛顿这就意味着 我们学生的英语考试分数 高到足以说 尽管一半课程是由中文教授的 我们孩子的学习成绩 依然十分出色 到底谁才能到育婴读书呢 育婴是公立特殊学校 学生通过乐透抽签入学 所以完全不需要竞争 但是每年上千名儿童申请入学 学校容量有限 去年只能录取76名姓女儿 所有老师的聚会上 他非常搞笑 有时候他会做一个很好玩的 很好玩的学习 我觉得他这个很有意思的小学 养育三个孩子 同时管理这五百多人的学校 马昆塔是如何保持 乐观积极的态度呢 当然得有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后援 还有很乖的孩子 VOA卫视 西西 于牧 华盛顿采访报道 儿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